带你来关心 目前国内AZ疫苗的打气依旧是很低迷 因此指挥中心将会开放1万剂的疫苗 来共5000人做自费施打 对象是包含了商务人士 需要出国留学或是就医的民众 那可以到全台的31家 设有旅游医学的门诊之COVID-19疫苗 接种的专折医院 包含离岛呢 每个县市全台共有31家 都会至少会有一家的医院 可以来做施打的 而要注意的是 门诊接采预约制 必须要自行上网预约的 而院所必须要配合院所安排的门诊时间 而至于19号开放预约的第一天 不少门诊都是在本周 都是已经额满的状况了 至于能不能选择 要打哪个厂牌的疫苗呢 虽然国内是只有AZ疫苗的 但是莫达纳疫苗5月份就会抵台 不过民众还是没有办法挑选 必须由指挥中心来进行统一调度的 而虽然不用付疫苗的成本费用 但是医院所收取的挂号费 诊查费 注射费等等 都还是要自行来支付 而是多少钱呢 每间医院的收费上限也不太相同 像是地区医院最高收费是500元 区域医院是最高收费550元 医学中心则是600元的上限 像是台北的马街医院收费580元 慈济医院550元 台大医院跟亚兜医院都是最高的600元 布里的台中医院就是467元 再来呢注射疫苗的相关问题 像是两剂该间隔多久时间呢 根据卫福部的建议 两剂接种间隔至少要达到8周以上 才会达到保护力 至于有些人就想问了 那接种疫苗过后 返台可以豁免或是减少居家检疫的天数吗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际的疫情还是很严峻 而且疫苗的涵盖率不足 因此自国外入境还是要必须进行居家检疫 跟自主健康管理的 而且疫苗的保护力并非百分之百 建议施打过后的民众还是得戴口罩勤洗手 而先前就讨论许久的疫苗价有没有达了呢 劳动部表示是还在规划中的 但是有强调雇主不能以矿值或是其他的价别来做处理 也不能对请假者扣全景奖金或是其他处分 更多有关自飞疫苗的相关讯息 民众也可以自行上网查询 而以上就是今天的说新闻